小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是笑着看完的 长大后却再也笑不出来 看似无厘头充满笑声的喜剧 可背后却是抨击社会的残酷 观众会托着沉重的心情看完整部电影 十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 正以为他有十年跑龙套魔力抑制的经验 才能导演出如此深奥的影片 而星野也捧红众多新女郎 朱英 张博之 林允等等 一夜成鸣的故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荧幕中光彩照人 荧光焕发 美得不可放物 不知成为多少男观众追捧的女神 众所周知 星野的电影里面也有很多被丑化的女性 例如《功夫》这部影片中的包租婆 九瓶芝麻冠里的如花 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小斌要给大家说的这位 是在《功夫》这部影片中被丑化的一位女性 她便是爆牙珍 在看电影的时候 对于她的关注 都是这个女人实在长得不堪入目 一张长脸顶坠着高低眉 而且还有十分突出的爆牙 涂着大红唇 这一下子就奠定了独特的印象 爆牙珍的饰演者叫陈凯诗 她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当中 虽然背景普通 但陈凯诗的梦想不普通 她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进娱乐圈 从而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 像张明张博之那样 因此一直都在各个剧组中寻找机会 那陈凯诗为什么会被周星驰选中 出演爆牙珍这一角色呢 那是在2002年 驾逢周星驰硬娃哈哈之约去广州拍摄广告 这一次的广告需要账目一些长相好看的帅哥美女当群演 而陈凯诗就十分自信的站到新爷面前 新爷看到他后疑惑的问 你干嘛 陈凯诗撩了撩头发成 应聘妙女啊 周星驰一听这话 又再三确认了一下招聘要求 便问他 你觉得自己是妙女啊 陈凯诗一听这话 那我走 最后陈凯诗也是被怕死掉了 虽然陈凯诗妙女没被选上 但他的迷之自信 给周星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新爷也是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后来筹备功夫选角色时 由于爆牙珍这个角色实在是丑得惊世骇俗 周星驰身边的人不是不肯扮丑 就是有偶像包袱 演不出那个感觉 而在这时 周星驰就突然想到了迷之自信的陈凯诗 于是并赶紧联系他 问他愿不愿意出演这个丑陋的角色 没想到陈凯诗一听 是周星驰给他抛来橄榄枝 二话不说 拎着双肩包 就进剧组了 爆牙珍出自亮相的一句 圣哥 这件衣服的差 我想开高点了 仅凭这一句话 爆牙珍风情万种 俏家人的形象 已经呼之欲出了 陈凯诗 与一炮而红 走红之后 有很多大头小异的丑角戏约 找到他 如果想获得演技上的突破 将自己束缚在某一类角色上 肯定是不行的 但没资源 没背景的陈凯诗 似乎也没得选 他只能从矮子里面拔高个 挑选相对不那么烂的剧本 2007年 陈凯诗参演了喜剧电影 七情七纵七色狼 2010年参演了月光宝贺 不过他在影片中的镜头很少 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之后 陈凯诗彻底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而此前消失多年的陈凯诗 却因为几张照片 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当看到他的真实样子后 网友发现 记忆里的爆牙珍 居然没那么丑 卸掉浮夸的妆容后 陈凯诗的爆牙嘴并不明显 与王祖贤的气质 竟有几分相似 网友直呼 这是王祖贤罢 也有网友调侃 这是低配王祖贤 但无论网友怎么评价 退圈多年的陈凯诗 都已经不在乎了 如今他的家庭美满 或许 他对自己 没能在娱乐圈大红大紫 有过遗憾 但这种负面情绪 终会消散 毕竟 他曾经塑造过 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也就不枉在演艺圈 闯荡一回了